佛法 我们知道 无比的殊胜 所以称之为宝 称之为法宝 法宝在这个世间 要没有人流通 也会淹没而不障 古人常讲 人们红到飞到红人 佛法的兴衰 断看了 这个时代 有没有弘扬佛法的人 顶级都在啊 没有红发的人 没有用处 一定要有红发的人 所以要有真正发大心 学籍为人 这个学籍 牺牲自己 明文立 五欲六成 物质的享受 这个要真正能放得下 如果贪图 世俗的享受 放不下了 这个佛法在你面前 你也是不得其门而入 能够学籍为人 这个心 就是真正的菩提 跟诸佛如来 发生大肆 同心同愿 不要怕自己没有能力 我们自己说老实话 都没有能力 但是我们发这个心 心发的真诚 就有感应 我们靠佛菩萨加持 没有佛菩萨加持 我们在这个经典里头 一字一句也说不出来 经教你讲得好 你讲得深入 你讲得令听众发喜充满 全靠你的真诚心感应 我们每一个人在一起学习 学习的成绩不相同 这个不相同 绝对不是聪明智慧 有一些没有聪明智慧的 反而成绩好 聪明智慧的人淘汰掉了 由此可知 与聪明智慧无关 与真诚心有关 看你有几分真诚心 你得佛菩萨加持 等级不一样 真诚到几处 你就得到圆满的加持 真诚不圆满 真诚不圆满 就是佛在十善月道经里面说的 你修善 不错 圆满里面 夹杂着不善 差别在此地 什么叫不善呢 自私自利是不善 明文立养是不善 贪嗔痴慢 是不善 不善不能夹杂 这些叫根本的不善 必须要拔除 还有枝末的不善 枝末的不善 但是是你常识不够